疫情当中还要对抗假讯息 不过彰化传出的居然是有议员跟着传假讯息 记得邱婉柔的我们了解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初呢 总统蔡英文就曾经提醒民众说呢 要慎防假讯息 果不其然现在这假讯息真的是非常的多 先来看到呢 这个民进党籍的彰化现议员王国中呢 他就在这个line的群组传说呢 这某一个工业区呢有人确诊的假讯息 而现在呢他也被警察法办了 那他表示说呢 其实这个讯息呢是有人转传 他再转传给其他人 他并不是要恶意散布假讯息 只是基于善意提醒 而他的送办呢也成为首位 因传假讯息被法办的名单 那现在呢这个内政部次长陈宗燕呢 他也提到 他说从5月1号到5月20号呢 警政机关已经查处了60件的假讯息相关案件 那么其中呢 已经移送了21件 有39件是代为侦办的 他也说 现在假讯息呢是快速流通 他认为呢 只要是扰乱防疫及社会安定呢 只要你敢传 这政府呢一定敢强力侦办 不过同时据了解有绿营人士 现在更担心的是828公投 也请宛柔说明相关情况 好这本土疫情连环报呢 也让民进党在8月底的公投布局呢 增添许多变数 有民进党的党内人士私下就透露 只要这个疫情呢 持续扩大呢 势必会冲击蔡政府的施政满意度 还有这个公投 那过去一年所累积下来的防疫红利呢 肯定是会失效的 不过呢虽然现在呢 这个蔡政府呢 已经决定了这国阵说明会呢 可能会无限延期甚至是取消 但是总统私下也有跟党公职下军六 他据了解 总统就有透露说呢 其实这沟通还是不能停的 就算没有说明会呢 这府院党公职呢 也要透过网络持续向民众宣传 蔡政府的立场以及政策 不过就有民进党的立委就说 其实这阵子呢 大家都在讨论疫情 也不会有明代呢 这么不是像这么北吧呢 说现在还要去讨论公投的事情 那另外还有民进党人士也说呢 比起疫情 其实呢 这一周呢 两次停电呢 才是对民进党政府是重伤害 因为现在呢 可能就有永和派 以及加速三接外推的能源公投呢 这两派意向呢 是很难掌握的 好那么之前曾有人说两岸可以趁疫情释放善意 现在还有机会吗 宛柔 好不止八月底的公投被视为说是检视蔡政府的执政成果 还有两岸关系也是外界一直众所瞩目的 这个赵春山呢 他是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首席顾问 他最近呢 就发表了一些言论 他就说呢 他们原本以为两岸呢 其实可以透过疫情呢 来互相释出善意 这关系应该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没想到现在呢 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不进反退 他刚从几个例子上面来分析 像是这个口罩封播疫苗问题呢 现在呢 看起来呢 两岸还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沟通管道 尤其这个武汉肺炎呢 这个称呼台湾还是有些人会这样称呼 而不是称呼它为新冠肺炎 所以他认为呢 这也是两方恶化关系的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台湾其实非常期盼 可以加入WHA的 但是呢 陆方持续解读呢 台湾这么做就是以疫谋读 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呢 其实一直在阻挡台湾要加入 他认为这就是大陆的问题 再加上这个美中关系呢 美中关系紧张 那美国现在看起来就是挺台湾的 这也让大陆是非常不满 是常常在那边批评气得跳脚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外界因素呢 也并非台湾可以改善 两岸关系的助力 所以呢 这赵传辰就分析说呢 两岸改善关系的最好机会 已经过去了 要往最坏的方向去准备 今后要面对的呢 不是反读而是处筒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B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